10月26号草根真人秀节目中国达人秀第五季北京招募活动迎来完美收官 经过连续三场的海选 当天前来报名参赛的选手更是寄进五月 选手当中也不乏老人和小朋友的登台献议 也有不少追梦人带着青春梦想上台一盏歌喉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他们曾连续多场多了参加展示才艺 只为再次挑战自我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除了中国达人大显神通之外 当天一组韩国友人带来的原创歌曲 也让人耳目一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